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年紀大了 很久都要用符字 不然就會跌 符手電台跌下來一次 還有在提子地鐵站多到跌下來兩次 第二次跌下來 有什麼問題 做子女一定擔心 覺得很大壓力 其實最擔心的我想是 如果她真的有什麼事 我們沒有人馬上知道可以幫到她 其實她之後會說不出話 我知道她會流眼淚 在病場上流眼淚 只可以吃一些熱體流側的東西 那時候也很難過 我一邊餵她一邊哭 其實女人家在醫院的時候也很難過 她自己身體和身體都會有很大的苦力 很難過 如果跌倒本身會引致到的拼乏症 就是損傷 例如一些軟組織的損傷 例如乳傷、拆傷 另外骨折 通常如果一個長者跌倒 她有大腿骨 或者手臂骨 或者手腕 或者垃骨都會容易骨折 因為長者很容易會有骨質疏鬆 如果有骨質疏鬆 就會增加骨折的風險 另外如果她撞傷頭 就會引致腦出血 如果嚴重的話會引致死亡 她剛剛那個地皮乾 我就心急 我的人心急 有升降機 就走快了 一叉 就這樣滑到 一滑到馬上斷骨 手斷 我自己是聰明 拔直它 麻煩 扭手筋也扭不到 沒有力 拿少許東西都不行 我的手舉高也舉不到 這樣嗎 完全不行 通過自己做運動幫助 以前我的手扭不住 確實是扭不住 我的手舉得回 穿衣服我也是麻煩 沒有老公在哪裏 我洗不洗穿衣服 脫衣服也很麻煩 唉 洗澡而已 真的不能聽 我們一般15分鐘的快速測試 其實都是抽取 一般我們是長者科裏面 做的一些機力 或者是反應 平衡力的一些測試 當然不是整份抽完 但是一個最核心的評估的項目 我們抽了出來 我們做機力的測試 主要就是看下資 因為我們走路 各樣東西 我們都很依賴下資的機力 我們測試下資機力 夠不夠 另外就是考慮 反應 反應就是當你失平行的時候 或者當你知道自己會跌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力去做一些很急速的反應 去扭轉這個局勢 第三就是平行力的測試 其實我們一走 一又坐到起床 我們就需要平行力 一路一路走的過程都需要 平行力差 就很直接代表一個 跌倒的風險是會高的 所以在這個screen裡面 就screen了這一堆高藝的長者出來 接著治療師就會上門 做一個單對單的評估 始終因為每一個長者的活動能力 或者認知能力 或者他的家庭都不同 我們比地產經紀還厲害 看樓 因為在我們的理解裡面 一個人跌就包括三件事 第一就是身體的活動能力 第二就是那個認知能力 就是一個智力 有些人身體能力很好 就好像一把利劍一樣 但是你有沒有那個智力 即是你有沒有能力去運用它 這個是認知能力 身體能力、認知能力 再加上環境可不安全 這三點就是治療師上門 評估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另外就是會單對單 去看回家居環境 究竟有沒有隱藏著 有些什麼小的意外的危機 究竟那個家居的擺設 適不適合 或者是那些高危的地方 一般就是睡房和廁所 究竟它有沒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可以令到它減低 即是做這些動作時候的一個風險 那就是有需要的 我們可能會幫它申請安裝一些扶手 可以在家裏面不同位置 但最常見就是浴室廁所 這個搭手可以幫你 我可以過來這裏 我可以這樣用 就不用扶著這裏 可以用到這裏 這個可以有時候用到 如果用魚柱之後 又可以這樣用 如果用魚柱的話 就不用這樣刮 刮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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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提供一些輔助的用具 一些服康用具 包括一些助行器 拐掌 四腳叉 等等 做完這個評估之後 會針對它的活動能力 又會給它一些意見 譬如做哪些運動 教它行上的時候 它自己做哪些運動 但如果有些更重要的 我們可能會再轉介一些物理治療師 有些痛症很厲害 做一些痛症的處理 一般之後物理治療師 可能上門四至五次 幫它做一些痛症的處理 或教它做一些運動 令它長久 減低痛症 增加活動能力 你覺得想不想做 試一下 試一下 覺得很麻煩 行路起上來 好像很距腳 嘩 怎麼這麼重 但你又試一下 又試一下 是否可以 手上就不可以 在那邊的情況 主要是下肢的肌肉 這個動作 連了之後 就可以幫到 起床 剛才做過測試 坐下起床 它會改善了 物理治療 對那些長者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呢 最主要就是 當那些長者 通過了那些訓練之後 他自己的活動能力增加了 肌肉的力量好 再加上 他在社區上面 可以自由地走動 這樣長者其實最需要 就是一些自主性 所以如果長者在社區裡 自由活動 他人就會開心些 他人開心些 亦都會對他的心理上面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職業治療 對長者的正面影響 有二下幾種 我們主要是 逢行居家安老 怎樣做到居家安老呢 就是他們可以獨立照顧 也維護到他的尊嚴 也可以減少他們 對家人的 父女或者內疚感 從而令我們都突然到 預防的價值 以上種種就是 我們職業治療的父母 對長者的一些正面影響